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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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把这个红色苹果吧 那也是apples 所以发现其实一二三次的一大只要根据这个 这个there be the be 是什么来进行转后 如果都是are的话 那就是跟复数了 到下最后there are 什么什么 and 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可以说there are superman 我就不写了 superman m e n make a kung fu boys 顾不晓得 空 fu boys 所以我们看这个一二三四五题 其实它想练习就是各位同学能否快速反映there be the be 的变化 而对应出后边的名词的变化 如果你发现都是there are的话 那说明它后面就是全部都跟的是一些复数形式 所以我们看这一页当中全部都是复数吧 我们来读一下there are some children on the playground you can see two dogs in the wood there are four boxes on the floor there are some potatoes and apples in the refrigerator there are superman and kung fu boys 所以你发现这里因为there be 里面的剧型都是复数 所以这里面签的也全部都是复数形式 好 我们看后面multipor choice 我们的选择题给大家带来五小题目 two minutes还是两分钟时间 数秒之后呢 初次来给大家讲答案 快速暂停视频 做题吧 几时开始 ok time is up 好 好 一定要自己写完再来看处帅这段的讲解 不然就作弊咯 好 我们看第一小题说 can you for the best can you 那么这个词其实我们在今天课文里讲的嘛 Penny上去问那个Sam说 can you make 所以由此而推断出can后面跟什么呢 can这个词是我们今后会讲到的一个著名的形态动词 我们要记录一点就是 形态动词后跟动词一行 所以很明显这里面一个跟着是动词原型 因此这里面大家一看当然只能讲什么 哎 现在是必打 写对了吗 can you wait for the best 好 第二题 do you want什么什么什么 有any milk 有some milk 还有milk 还有amilk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选 大家可以排除吧 milk首先是一个不可数名词吧 你能用amilk吗 所以这里面这个D太扯吧 还有do you want milk 这个好像貌似也不能 我们讲过这是一个什么呀 疑问句吧 所以疑问句当中我们会首选那么一个小词 这是我们今天和上次课里面重点讲的小词 疑问句就要用什么呢 any 答案选A 你选对了吗 好 当然number three do you like coffee 你喜欢咖啡吗 其实我们在这几个里面 吐槽一人在讲吧 用什么问就用什么答了 那问的是do 当然就找do了 do you like 你喜欢就是yes I do 那不选就是no I don't 所以这里面大家看A选项 yes you don't 哪有yes you don't 哪有yes很don't放在一起 所以这里面很明显大家放进去 哪个答案中去 do you like yes I do 第一选项是可以的 can you find them 你能找到吗 yes 在这里 我们刚讲在这里 其实是一个导装具吧 大家看哪个是 here are they 还是here they are 还是here you are 还是here it is 你找到他们了吗 这个其实是我们在课文里面那句原话吧 在这里 here they are 用b就完全可以了 这是个导装结构 那么fi 最后丢下 什么there any chocolate here 那么这个里面 其实是我们整个这两次课以来 上一次课和本讲 都在提到这个any的用法 我记得在上讲的时候 吐差给大家的一个就是not any等于no 你们还记得吧 那么所以很明显这里有一个any的用法 后面跟了一个问句 所以这里面就缺了一个B种词了 所以到底是are there any chocolate 还是is there any chocolate 就看各位同学上课有没有注意听了 我其实讲过吧 到底是is还是are 是谁来决定的呀 后边这个东西 如果后面这个名词是一个可数名词 当然可以用are了 如果后面这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一定is吧 我们讲过chocolate是巧克力吧 一定是不可数名词 所以答一定确定是a 所以讲到这儿 我们再次给大家小结一下 关于there be句型 我们这两次可以来给大家讲的there be 后面加上some或any用法 其实你发现 虽然大家比较疑惑的地方就是 there be句型当中 它后面既可以跟可数名词 也可以跟不可数名词 而最恐怖的是什么呢 可数名词单数等于不可数名词 你发现了吗 因为比如说apple 我们可以说there is an apple 我们还可以说there is some milk 所以有时候大家要区分清楚 这个在选择题当中 尤其是碰到了一问句的时候 到底前方是is there 还是are there的话 其实重点就看后边 它引的这个名词是可数的 还是不可数的 如果是不可数的 你想都不想一定是is 但如果是可数名词的话 你看看它到底是单数还是负数吧 如果它是单数的话 它也可以说is there blah blah来表达 这是我们今天和上次课 这两次可以来给大家需要灌输的这个部分 就这么多了 这是我们这几个选择题 第一答选的是way 动词原型 第二是do you want any milk 因为我们要保持这个any用于一问句的用法 第三个就是用什么问来什么答的选次一下 yes I do 还有this do 我们在课文里边出现这个导章句 就在这里的 here they are 还有丢下其因为有any的缘故 并且因为chocolate的原因 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不可数名词的yes 好了来本课回顾 那么其实本课的语法跟上这个语法是如出一辙 都是在讲dir必须型 以及在讲some和any的用法区别 那么所以这两次课以来 我相信大家也觉得非常扎实了 只要再把课文练习做好 今天没有什么问题咯 我们今天课文也讲的一片就是hurry up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penny各种催促这个不会做饭的sam 来各种煮茶的小故事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手学内容了 好了各位女生 我们今天呢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